第三次會議審查議案 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副縣長、秘書長、縣府各局次主管、彭惠 各位同任、還有媒體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們上午的議程審查縣政府的提案 那第一案是法律案 我們就先那個 從第一案來 請翻開澎湖縣政府提議事項 第一案 你修正澎湖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 一讀請審議 同任 那個第一案是澎湖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一讀有沒有意見 沒有 二讀 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公民投票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26條及第28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彭惟縣以下簡稱本線 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 自治條例之復決 二 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 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復決 預算 租稅 刑奉 及人事事項 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本府對於公民投票提案 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 應報請行政院認定 第三條 本縣憲民除憲法定有規定外 年滿18歲 未受監護宣告者有公民投票權 第四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 在本縣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 得為本縣公民投票案之提案人 連署人及投票權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以算制提案提出日為準 連署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以算制連署人名冊提出日為準 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以算制投票日前一日為準 並均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向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與重行投票時 仍以算制原投票日前一日為準 第五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應由提案人之領先人 檢據公民投票案主文 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 正本引本各一份 向本府為之 前向領先人以一人為限 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 理由書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 超過致數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主文 應檢名、清除、客觀重立 理由書之產名及其立場 應與主文一致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竹籃填寫 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分相識別裝訂陳冊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 應打提案時 最近一次縣長選舉 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現不合 前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為依前條第四項分相識別裝訂陳冊 或提案人名冊不足前項規定之提案人數者 本府應不予受理 第七條 本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補證之提案後 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核 今審核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應序名理由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 於三十日內補證 並以一次違憲 藉其未補證或經補證人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 一、提案非第二條規定之本憲公民投票試用事項 二、提案不合第五條、第五項規定 三、提案有第九條、第四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請示 四、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案爭議 公民投票案經本府認定合於規定者 應含請護證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護證機關應依據護證、護籍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應於刪除 一、提案人不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資格 二、提案人姓名、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冊未經提案人簽名或蓋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違造情勢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其提案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規定時 本府應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三十日內補提 補提以一次違憲 補提後人不足規定人數或借其不補提者 該提案應與駁回 提案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者 本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含請相關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四十五日內提出意見書 內容並應訊明通過或不通過之法律效果 藉其未提出者視為放棄 意見書以兩千字違憲 超過自述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或刊登公報 本府會及相關機關意見書後 應即移送澎湖縣選舉委員會 以下簡稱選委會 辦理公民投票事項 選委會收到提案後 應通知提案人之領先人於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自行印製徵求連署 藉其未領取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八條公民投票案與選委會通知連署簽 得經提案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由提案人領回 由提案人之領先人之以書面撤回之 第九條公民投票案連署人數 應答提案時最近一次縣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先人 應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之次日期六個月內 將連署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份 向選委會一次提出 借其未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向連署人名冊應一規定格式阻覽填寫 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填據本人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 並分相識別裝訂陳冊向選委會提出 公民投票案一第二項或第七條第六項規定 視為放棄連署者 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 原題案人於兩年內不得就 統一事項重新提出之 第十條 選委會收到連署人名冊後 經清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或為依前條第三項分相識別裝訂陳冊提出者 選委會應不予受理 合余規定者應含請護證機關於六十日內完成查對 護證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 有下列前世之一者應與刪除 一連署人不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資格 二連署人姓名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或戶籍地址書也錯誤或不明 三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簽名或蓋章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勢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連署人數合余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選委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 按成立之公告 該公民投票案並與編號 連署人數不合規定者 選委會應通知提案之領先人於三十日內補提 補提以一次違憲 補提後人不足規定人數或借其不補提者 選委會因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第十一條 選委會應在電視頻道提供時段 舉辦至少一場發表會或辯論會 公正反意見支持代表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 受指定之電視台不得拒絕 前向電視時段由選委會 掐商電視台或指定本線有線電視台提供 其實施程序 準用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規定 第十二條 選委員會公告公民投票之結果 起兩年內 不得就同一事項重新提出 同一事項之認定由本府為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鎖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佈日施行二讀幣 然後各位同仁那個 我們這個自治條例二讀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 先先先那個 好來進步二 不是 第二案 第二案 請會與同一電付本府辦理 舉到扶原電氣設施提升計畫案 經費新台幣一百四十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零元 現策款一百四十萬元請審議 好請提案單位收明 主席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民政處報告編號第二案 請會與同一電付本府辦理 舉到扶原電氣設施提升計畫案 經費新台幣一百四十萬元整 全部都是現策款 主要是舉到扶原為本縣的唯一火化廠 商家多於本園辦理三藏四夷 然各級禮堂內的冷氣機具已經使用多年 強度經不負新設 如於晚年或布幕的一個遮擋或孔影響 冷氣的一個效能 會提升優質的一個智商環境 此次規劃新設冷氣設備 另外配合商家有播放往生者生前事蹟的需求 也規劃增添播放設備 並提升整個整體的設施 提高商家使用的滿意度 敬請議會予以支持 以上報告 各位同仁第二案有沒有意見 第三案 第三案 請會與同意電腐本府辦理 澎湖機場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限度太換案 經費新台幣七十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零元 現籌款七十萬元請審議 主席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第三案建議書報告 請會與同意電腐本府 本府辦理澎湖機場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限度太換 經費新台幣七十萬元整 全部是現籌款 那本府在一百年度於澎湖機場前 試做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那這部分每年可收入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整 因為在八月十一號 也在那個接線頭的部分有發生短路 還有其他線路老舊 受損無法正常供電 造成本府的收益受損 那經評估先入台灣大概要新台幣七十萬元整 來進行整個先入的台灣作業 那等會請議長還有我們的議員先生 你是可以支持同意電腐 以上報告 各位同仁第三案有沒有意見 陳惠林議員發言 你先請說 主席議長秘書長 憲安府副縣長秘書長 各局市長本會同仁大家好 我們要請教我們建設處 我們澎湖縣政府因為設置太陽能光電有收益的 除了這個湖西的這個機場以外還有哪些地方有 主席議長 我們 我們這部分是馬公機場還有二三移港 二三移港 二三級離島也有就對了 離島部分是有一些學校教室上面屋頂 就是有一些我們提供場地 對對對 然後給那個這些 廠商機裝置 裝置 然後這樣子我們除了每一年光這個地方 機場這邊一年就有收益 收入120萬 那全年度澎湖各其他地方有 有這個太陽光電收入一共有多少 我大概大概500多萬 500多萬 對 好 那你能不能會後給我一個列表 大概就是每一個地方在哪邊設置 它面積多少 一年收入有多少 那我們這樣除了 除了這邊的已經陷入老舊以外 其他的地方設置已經多多久了 有沒有同樣類似的情形 目前我們是五年有去做 像在東極 東極是我們今天就在做一個維護管理 其他市場商會做一個維護 就是說如果學校廠商裝置 他會去做維護 那因為機場跟二三港是我們先組裝設的 那我再請問一下那個第一漁港 第一漁港 現在是雅果遊艇公司在那邊 那邊有一個 那個遮陽棚的那個設備上面也都是 也是太陽光電 對 太陽光電板 那有幾個 那個也是屬於我們縣府的收益 那邊也是 那個大概是三百多k瓦左右 蛤 三百多 三百k瓦 喔三百 三百k 三百多k瓦 對 那有沒有因為說 未來 在那個 太陽光電路廊旁邊 這一塊開發那邊 就會 要整個打掉或是取消 有取消 不是有評估嗎 評估 在第一漁港旁邊 靠近第二漁港碼頭這一塊 現在目前當作停車場 這一塊 現在不是要招商嗎 有招商評估嗎 對不對 那有涵蓋這個太陽光電的這個路廊 要把它整體去規劃 會把它取消掉嗎 有 看成要 這不太清楚 那你請坐 那我請 請我們旅遊處長回答 主席議長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那有關 這個第一漁港旁邊 這座太陽能光電 的這個 結構的部分 因應我們目前正在規劃 這個製兵場所遺留的這塊腹地 未來要整體規劃 進行招商使用 那在去年 已經跟建設處 協調完成 那建設處也把這個案子 報到經濟部能源局同意 就是配合我們整個 招商的整體規劃 要進行處役 也就是到時候我們如果 有確定 要招商 那有新的廠商進駐的話 這座太陽能光電就要拆除 就要不要 對 他整體規劃 他那邊也會比較好規劃 是 陳處長請坐好 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蔡處長 蔡處長 剛剛有講到這種太陽光電會 可以對我們縣府 這個太陽能光電的收入 有收益 那你剛剛講 一年大概五百萬左右 不多 那有沒有未來 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再去做推動 推動提供我們 現有的一個建築 或是公有的土地 來做這個太陽能光電的一個推廣 主席議長 回答陳議員 謝謝陳議員 我們現在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公有 就是我們學校提供場地 我們現在正在招商 學校的場地 一部分是民間業者 有在申請 尖山附近還有西有兩部分 目前大概這樣子 重點是海底電要趕快接通 這部分才有多少效益 以上說明 我這樣問其實就是這樣子 除了說這個增加收益以外 因為太陽能光電 或是發電的部分 都是你的業務 那我們有接到就是說 有一些漁港 它的捕網廠 他們會希望就是說 利用捕網廠的屋頂空間 來設置太陽能板 然後對於捕網廠所需要的用電 或什麼樣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不曉得這個部分是 你可以提供我們公務處 去做協助還是怎樣 我知道有幾個漁港 他們社區都管理這些捕網廠 那他們有提到這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希望公務處跟建設處這邊 然後我會提供哪些漁港我需要 那你就協助他們去增設太陽能板 那我不知道這個太陽能板 是不是可以做他們的收入 還是做直接的人員的回饋 這個可能你們比較專業 那會後我再提供是哪些社區有需求 好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個雷天進議員發言 主席議長 管理人副管長 另外的秘書長 還有局長長和議會董事 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問一下我們蔡處長 蔡處長 那個禮拜一講的那個中油 中油營業時間 希望西里這邊可以找一個點 但是外安或子東延長 延長到晚上九點 那他們有沒有什麼消息回覆 主席議長回答李議員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跟中油溝通 然後昨天 昨天委員跟中油的李處長 李處長有面對面來談這個問題 目前他們是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外安 他目前要做整修 整修的部分他會每個禮拜二 會把外安需要的油桶收集 然後收集到池東 禮拜三會把加油板 再引到外安給我們的香菌使用 因爲上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時間量太多 他們會增加那個服務的時間 那如果桶子沒有 他們中油一定會來協助 這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李議員提到加油到九點的問題 昨天剛好中油他們高層過來 因爲同的條件是不夠 那我也是跟他們溝通 後來他們有四肢善意 那我們今天處也願意協助 就是說他們要提供一個日制的加油站 在外安 那這個要變更計畫 那今天處也願意來協助 那可能是在年底或年初 會做一個日制加油站 那這部分的時間就可以來克服 以上跟李議員說 那蜘蛛教育站就不一定要限制到九點 晚上二四小時都可以了 那今天我們再跟那個在溝通 這禮拜六禮拜天也可以 是不是 蜘蛛教育如果有蜘蛛室的 那麼五點下班以後 包括星期天我們蜘蛛教育站 你休息啊 晚上的時候 那他就是都有營業了 如果是這樣能最好 但是他整修了這三個月 整修了三個月 是不是可以像我講的這樣 你叫他們去找一些容器有沒有 可以一瓶 差不多是五十塊錢的 就是服務機車 你像桶子的話 冬天這些小船 他們出去釣魚的次數不多了 那他們要服務幫 你說一個禮拜 他要服務一次 禮拜三服務一次 我想這個絕對不服使用 但是這個機車 你要這個機車騎到池東 東北疾風那麼大 騎到池東去加個油再回來 所以我才跟他討論說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式說 你一個容器 剛好就裝五十塊錢的 的油 然後一台機車你有需要的話 我這個容器的 汽油就跟你交完 就五十塊嘛 然後可以發票 也可以從池東那邊 就是都開好了 你這個禮拜 比如講 我一天準備二十坪 九五的 九二的準備二十坪 用完為止嘛 你今天 禮拜一你用完了 你沒有交到禮拜二再來 我是希望他們也可以做這個服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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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好之後 他禮拜三會在池東加油 幫我們載到外安給鄉親 等於說 我們鄉親不用移動 油中油來做這個 好沒關係啦 這個方式 他們 因為那天有跟他討論到這個方式 他們如果說 可以做 因為我有問他們 你一天機車差不多多少量 他跟我講說要一百多量 因為一百多量的話 那你是不是真的 能收集到這麼多的 每個相信說 哪個空桶子 來給他們 去做這個服務 終於會提供 會提供桶子 你一個禮拜 就只有一天啊 畢竟夠不夠 那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反正 他們如果有這個動作 那 反正 三個月的時間 他們去做半個月看看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 那就這樣 如果說 像他完成的時候 就像你講的 蜘蛛加油站 順便也可以設立 如果說一天不夠 他們願意增加那個時間 好沒關係 有跟他寫到這樣的話 我私底下要去了解 如果我們的鄉親 可以接受這個方式 那我統治哪去 他們幫我加回來 這樣當然可以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可以啦 就是說 希望他們 在晚風的時候 無人 自助式的加油站 順便也可以 開始營業 以上好謝謝 另外 再問一下 衛生局長 蕭局長 這兩天媒體都在報 包括 台灣的 親朋好友都會打電話來問 說澎湖最近的怪病是怎麼回事 他們也會怕 新聞也在報說 很多 退訂的 要來澎湖旅遊的 遊客也退訂 不敢來啦 因為也報說來澎湖旅遊回去 旅遊完以後回去 也是一樣得到這種病 那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都一直在猜測 那昨天 在臉書上 我有看到蕭局長 蕭局長也有視訊 到台灣的各醫院的 跟皮膚科的醫師 有討論這個事情 那到底是有沒有確定 是不是 因為接觸性感染 然後是到底是什麼東西來感染的 有沒有確定 有確定的話 我就希望說 趕快發佈這個消息 安定這個民心 好 主席議長 那回答李議員的問題 那也順便向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以及向我們的鄉親說明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最近 就是這幾天 我們的一些開業的一些診所 還有衛生所的主任醫師 以及我們三種澎湖婚業的皮膚科醫生 然後加上我們來我們澎湖縣支援的一些 旺旺的皮膚科醫師 還有慈濟的醫師 加上昨天那個是高雄長根 那個皮膚科的李主任 那他們都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以及專業的那個看法 那因為他們確實在我們一些病人的身上 他那個病灶的身上 他看不到一些什麼外物 那因為可能也沒有看到一些蟲體 那因為最近的的確很多鄉親 包括七美的鄉親 還有西里鄉親 還有澎南地區跟馬公地區 都有一些鄉親 傳了一些那個毛毛蟲的照片 給我們參考 因為確實我們整個環境 我們澎湖的整個環境中 是很多的毛毛蟲 那因此我昨天也利用 那個在澎湖 布澎的醫院 跟那個長根的皮膚科主任李主任 透過遠距門診的時間 我也將我 我鄉親提供給我的那個毛毛蟲的圖片 提供給李主任做參考 那李主任在今天早上 他也針對了 有關針對了最近的一些氣候 以及那個病人的皮膚的一些症狀 那初步他有一個推論 那我向大家會說明 那因為由於最近那個氣候軟化 那高溫也都一直持續著 那確實那個溫度高 我們澎湖的這些毛毛蟲 依然很活躍的 那個會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那加上我們 大概入秋我們就是澎湖就有起風了嘛 那大概起風之後 他可能就是將毛毛蟲這些毛毛 身上的毛或是一些刺針 他就是透過空氣的傳播 那就是傳播給人 然後讓我們的皮膚就是接觸到這些東西 就起了一些過敏的現象 對 那也因此那個 這個李主任 這個皮膚專科醫師也建議 是建議我們本縣可以做環境的清銷 以及那個殺蟲器的一些噴灑 來渡結就是更多病患 這樣病患的產生 也就是說 目前是有確定了 就是因為毛毛蟲的那種細毛 細毛引起的嘛 對透過空氣的傳播 因為這兩天 我們私底下 包括跟議長早上也在那邊討論 我也提出 提出這個看法 應該是毛毛蟲以前 那以前這個毛蟲是以前就有 不是今年才有 那為什麼今年會特別多 因為我們大概在 每天都在這個地方知道 大概起風的時間 東北季風開始 都大概就農曆7月20 就東北季風開始 然後越來風越大 但是今年比較特別 中秋節過後 這幾天風起才引起這個原因 中秋節的時候 你看天氣還是那麼悶熱 結果毛毛蟲 就一直長一直長 越長越多 然後銀河蟲也越來越多 越茂盛 到這個時間 同一時間 有時候天氣變了 晚上變冷了 沒有太陽的時候就變冷 然後變冷 風又大 剛好這個時間 它可能 剛好要退毛 還有這個花粉 接著這個空氣 東北季風的傳播 所以才變成大量 如果是這個原因引起的 那可能就是要 拜託榮譽局長 對 這個可能就是要 如果是確定 是這些毛毛蟲引起的 那明年 我們可能就是 就是要有這個 預防措施了 因為今年 毛毛蟲這麼多 跟銀河蟲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之前沒有雨 後來雨下的很大 然後今年的暖冬的關係 你看天氣 天氣好有沒有 沿著時間很長 然後累積累積累積到這個時間 剛好銀河蟲又最茂盛 毛毛蟲又累積了 它累積的時間又長 然後東北季風 這幾天才開始 然後一來的話 全部就是擴大 擴大 操受這個建築性的感染嘛 那很多所以 因為之前會有考慮到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那運動的 騎機車的 尤其是騎機車的齁 你看所以 它部位就是在手 腳 夏天我們穿短褲嘛 手跟腳還有脖子這邊 大部分都會有這個症狀 所以說應該就是 我們剛開始也是 預測說 是不是這個東西 如果今天有專業的 醫師來確定了 那我希望明年 明年可能夏天 對銀河翻的一些 比較靠近路邊的 能鏟除的 能噴尿的 可能就是我們要先做 預防這個事件 不要再起啊 因為這影響的齁 臉書現在這麼發達 資訊這麼發達 每個人都會怕 然後媒體 媒體記者 有這麼多人 掌聲的快病 連影響到連遊客 都不敢來 有些甚至來了 退訂 所以明年希望能預防 好 我想針對這幾天 那個 這個皮膚 皮膚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分 就是 短期 你們既然已經找出病因了 就第一點 要發一個新聞稿 至少要讓台灣 我包括我自己也接到很多電話 就是說 澎湖有這種現象 那他們是不是要來 又要來旅遊 我想這個會影響到我們澎湖 未來 最近這段期間的一個觀光旅遊的影響 所以趕快要發一個新聞稿 就安撫 就有一些要來澎湖旅遊的人 跟他講說 這個是因為是什麼狀況 就在他們來的時候 稍微做一下防護 比如說 穿個什麼衣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 不是所謂的什麼外病傳染 並不是的 就是 只要稍微防護一下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這一點 你們要趕快去 去發一個新聞稿 那第二點 就是農業局這邊 既然是毛毛蟲引起的 趕快要去找出 這毛毛蟲到底是什麼蟲類 還是要用什麼蟲劑去把 先短時間把它消除掉 再來就誠如李天津議員說 你這個要預防 明年或許也會這種狀況 也會有這種狀況 該剷除的就要剷除 像那一天 我們去參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有幾位議員同仁 包括有南凱元議員 胡松廣議員 還有蘇晨秀社議員 我們都去參加了一個 文化局所舉辦的一個 一個雕塑協會舉辦的一個展 我們就看到了銀河歡 華為銀河歡製作出來的那種燈飾 乃至於銀河歡製作的筆 都得到我們全國的非常排名 非常前面的創作獎 所以這個銀河歡的確 當然在我們地方上是一個 現階段是一個不好的那個 但是你將這些銀河歡的樹幹的用途 我覺得非常 所以看你們 有時候我在這裡 我也要講 有時候像我們地方上有辦一些什麼展的話 其實那個王國瑜王局長這邊 你也要譬如說有這個 關係到 像銀河歡的這個 你可以請我們隔壁的那個 胡局長去參觀一下去看 你要考慮要如何來 用這個銀河歡來協助這些 這些藝術創作者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那個 你們要去看了 去看了之後 才知道說 原來銀河歡 這麼不受歡迎的東西 也能夠創作出這麼棒的一個 一個藝術品出來 你如果像那個筆 這個可以大量的生產的話 這個要送人 要我們要自用 都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可以去做 這個就是你要 就針對這個毛毛蟲 這個皮膚有短期 現階段要怎麼做 然後在銀河歡 這一部分 要怎麼去創造最好的一個價值 這個你們都要去注意到 然後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是不是把那個 旅遊處這三個案 請問一下 議長剛剛講到銀河歡 銀河歡的那些 講說藝術創作 或是生活用品創作 我比較建議真的是可以辦 因為其實我們也可以 大量的看要怎麼樣 讓一般民眾來設計 來辦那個比賽 讓這個銀河歡可以用在 除了剛剛有筆 燈飾以外 其他應該還可以有其 有其他可以去做創作 就辦比賽 我是不知道 以前有辦法辦過嗎 有沒有印象 澎湖縣政府以前有辦過類似的活動嗎 就是利用銀河歡 來做文創商品 有辦過嗎 都沒有 大家一天到晚都想說 要解決銀河歡的問題 我想說銀河歡大概是 澎湖比較特有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樹種 這樣物種 又會造成環境的這些影響 那這次又要延伸什麼毛毛蟲的問題 大部分我覺得 如果說未來澎湖 要有一個比較屬於澎湖 在地有特色的東西 就應該可以建議辦一個比賽 然後讓有一些民眾 或是有對藝術創作 有興趣的 然後去來辦比賽 來設計 讓他們設計一些文創商品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 那文創商品 就除了可以販賣以外 不一定還可以成為澎湖 自己特色的一些東西 這 它也可以 可能會成為一種產業 也可以 尤其我們現在澎湖 以前都是玄武岩文石 可是現在盡採文石也盡採 玄武岩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不如來看這個銀河花 那種每年都是深深不息 那至少會透過一些創作 來產生一些產業或是一些文創的商品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以上謝謝 文化局長聽到 好謝謝 第四案 謝謝 謝謝 主席議長 副縣長 秘書長 各位主管 葡萄同仁大家好 不好意思 這個紅疹病 到處都是這段時間 我們不談這個 我要談這個是樣蟲 這個樣蟲我每年幾乎都在提醒你 對 那今年 到現在應該是 今年大概因為可能 雨比較少 然後我們今年大概二十例 二十例 對二十例 比以往年比較少 都有 都有去做義環跟宣島 對 然後就是有發生的 大概湖西跟盆南地區 我們也都去跟發生的那個 里長或什麼 盆南湖西 對 湖西會 這兩個比較多 因為以往這個湖西比較多 對對對 今年大概 跟去年大概盆南地區也多 那這部分我們科市的主管 也都會去跟當地的里長 去溝通 然後一起 一起來做好房子 樣蟲會要人命的 對 好 這個樣蟲會要人命 好 接下來這樣 這個當然這個怪病 歸怪病 不是 這個水 我每年 欸你們這次 這次哪 有哪那個 販賣水的這個 這個 這個提案出來 結果好像 撤回去 那個已經 重修再出來 那個已經有撤回 對 有撤回了 撤回了 所以我每年也在這邊 給你提醒販賣水 對 我們不要去找麻煩 但是我們要突擊突擊突擊 對 讓他小心 是 把這販賣水好好的這個 管理好 因為這販賣水大家都 幾乎都用 擠擠擠擠這販賣水 對 對身體絕對有應用 是 這個回去也 稍微交代一下 有我們大概每年都會定期去抽檢 對 抽抽抽 也會公布 抽啦 不是說我要來 都拿好 讓你簡單 好 還有一個問題 游泳池的水 有我們也是 你也交代一下 好不好 對 也會定期去抽 也會 也會去定期檢驗 因為有應 酒都會多點吃水 水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學生很多有應 是 有應 大家講得很難聽 都會加減的影響 好 這幾點 我看你 回去 我們都有定期在座 好 謝謝議員 請坐 我問一下 昨天接到你那個營用水 營用水 是 營用水的資料 水很重要 我剛才說水很重要 當然 這個 這個營用水 是不是水 不是 不是最好 但是 你要注意喔 前一段時間的水 前一段時間的水 有問題 我們人家想說 很多人在反應 但是 有一點 好像有一點味道 所以我也是 給你 拜託 就是說 你要檢測水 不是說 我要來檢測 你拿水給我 你拿水給我回來檢測 我們要用突襲的 啊 你不用再注意啊 全盤的 不是說 啊 我就是 沒事沒事 你要來拿水來檢測 當然是準備好的水 給你檢測 對吧 你這個動作是 都有在例行 在這裡 我也是跟你說 小心 用突襲的 讓人好好的 大家關心 不用一段時間 蒸一段時間的水 對 大家都 有在說有米 還有 但是 最均勁的 好 好啦 所以說 不好意思 你要到 就 突襲檢測 好不好 請坐 我先給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來 BNT BNT 這個 這 整齊到十八歲 高中 對 現在目前都在施打 好 那現在你 這幾天 到今天二十九號了 有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沒有 目前沒有 通報比較不良的狀況 沒有喔 對 那很好 那接下來 是國中嗎 對 陸續就國中 因為我們高中 大概打完了 接下來就是陸續是 國中 對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也要關心一下啦 因為我跟他們說 這這兩人都沒有鬼喔 是 教授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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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們 第四 第四 請會與同一電付本府辦理觀光設施整建計畫案 經費新台幣490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0元現籌款490萬元請審議 主席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旅遊出報告第四案 觀光設施整建計畫 全部都是現籌款490萬 那主要是有兩個部分的執行 第一個是原備露營區設施改善的計畫 那這個部分是因應目前原備露營區的基本設施已經大致的準備完成 那也預定要在10月7號辦理啟用的儀式 那有關原區裡面公共設施的一個優化的改善 就是整個公共區域的一個消防設施的需求 以及公共設施結構鑑定 以及補造的程序等等 以提升露營區的一個旅遊品質 那第二個部分是馬公地區景點設施再造計畫 這個經費需求是340萬元 主要是因應山水山林高地的這個兩處的 碉堡區跟地下坑道的一個整建 以及篤形石村願景館屋頂漏水嚴重必須要整建 還有武德舊碼頭的一個整建 以及其他景點的一個修繕整建的部分 以提升整體觀光景點支援的一個完備 那以上報告敬請貴會支持 好 施案有沒有意見 第五案 第五案 請會與同一電付本府辦理 外安村小希臘進場道路整修工程案 經費新台幣280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0元現籌款280萬元請審議 主席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旅遊處報告第五案 這案是針對外安村小希臘進場道路整修工程 經費需求280萬元 全部是現籌款 那主要是因應外安村西埔山 鳥看外安與港籍聚落 一向是有小希臘的一個美稱 那目前 縣府這邊也爭取經費 一千萬要來進行三仙塔 周邊日據時期所留下來的軍事設施的一個整建 那未來整區是朝觀光園區的方式 來做一個整體規劃 所以這個進場的一個聯外道路非常重要 也因應現在的一個觀光客很多的一個需求 然後這條路目前的寬度 不適合大型的車輛來進出 那為了提升這個旅遊的一個交通動線的一個友善度 所以西域鄉公所也請我們來支持 補助這個道路增設的一個經費 以提升這個觀光旅遊的一個品質 那相關的一個經費的一個預算書的部分 如復健 敬請大家參與院 以上報告敬請貴會支持 好 各位同仁第五案 來補送的議員發言 市長 市長 那個 市長 這邊是首歌的 尤其手氣是一個 叫自嘴齒 幾天我才聽那個 有一個理由說 耳砲 啊我叫我 耳砲是什麼東西啊 耳砲是什麼樣子 這是那個假炢 對 工夫有幾處假炮 耳砲 工夫叫做耳砲 聽說那個有 武德也有 還有大城北南也有 鵬屋有多少耳砲 文化局有的是說女流出 結果你 文化局比較了解 好像是發生文化局的這個業務 鵬屋有幾個耳砲 主席議長回答胡議員的問題 武德爾砲有兩座 一座在外安一座在武德 那目前只有外安這座是有登歷史建築物 這兩座嗎 對兩座就是類似戰車的一個 那個砲堡的形式 對 才兩座而已 兩座 一座現在要交給旅遊處 他們有做一個景點 對外安旅遊處有做一個景點 那武德爾是你的優還是你旅遊處業務 他目前是沒有被化定文資身份 所以目前是沒有人管 是軍方在管 其實那是軍方的地 對 沒有啦 是有旅遊處 旅遊的這個領隊 你建議啦 你建議說 奇怪 五座那個鵝砲 沒有人就有 對他也沒有大陸進去 沒有人就有 對 這個業務是 這個還是軍方的嗎 對那個目前我們了解 是還是軍方的管理的 像如果外安要整理起來了 對 五座那個如果有可能 我們是修那個 那個 泡寶的本體 整理 環境 我們是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辦法 對 這樣喔 那是有 那還是軍方的 你還要再 對那個可能要再跟軍方協商 我們再了解更大 所以我給你問 搞清楚 到底是你的業務 或是比如是業務 或是軍方的業務 那如果軍方業務 我們就不會說 像我們跟軍方 如果有機會 說看看 如果沒有辦法 他如果放 我們也沒有辦法 好 我們再了解一下 對啦 了解一下 因為有 有人說要帶去看這個業務 有 澎湖這種 這種東西很多 像剛剛 副議員講的 在大城北那邊 還有一 大城北也有 有一架那個 水泥座的仿戰車 那也是軍方那時候 坐下來移留下來的 還是軍方 不過都是在那個叢林裡面 那個 不太好進去 好 那個我們來了解 我們來了解一下 好 補作 請 好 那第六案 請會與同一電付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110-111年度觀光前瞻建設計畫魅力旅遊據點營造區域旅遊品牌案 那獲得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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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公觀光陸廟營造計畫 這個補助的總經費 兩千萬元 兩千萬元 包含 中央補助款 一千五百二十萬元 現配合款 四百八十萬元 那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 主要是 針對 馬公港 周邊增設 因應修氣設施 及 這個第一 漁港跟第二漁港 修氣路廊的一個營造 提供遊客舒適友善的一個服務空間 以提升我們本縣海灣旅遊的環境 那計畫的執行其程是到明年年底 預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來辦理規劃設計 那所以說 在今年度先以現籌款編列一百萬元 來做這個先期的規劃設計 那明年度的經費是一千九百萬元 包含工程發包跟設計兼照 中央補助新台幣一千五百二十萬元 那現配合款三百八十萬元 以上報告敬請貴會支持 下午繼續開會 謝謝 我 Obrig我 給您 謝謝 謝謝 謝謝